大家好,我是IC的Eileen,很高兴有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我们来简单的聊一下407培训签证 这个签证呢,相对于482或者是186 这两类雇主担保类别呢,会相对来讲会容易一些 没有那么多的要求,申请者一定要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一般是只要求你有一年的全职经验即可 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它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签证 所以这个签证设立的这个目的呢 是为了能让我们的申请者能够让他们在澳洲 接受一些关于他们目前这个职位的培训 能拿到澳洲啊或者是可能是海外的一些注册 啊就行业注册啊又或者是为了让他们来提升他们的学历 啊这个申请者呢可以是在澳洲境内也可以是在澳洲境外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presentation主要是需要去考虑四个方面 啊第一个呢是407它有三个方向啊第二呢是我们会具体的讲一下其中最常见的一个方向 然后讲一下这个407它有几个步骤啊最后呢来我们来大概的解释一下啊什么样的申请者适合407签证 那么407培训签证呢其实跟很多签证一样啊 它是细分成三个分支的就跟408都是一样的408它下面也是有很多的分支 那么目前最流行的这个疫情大流行签证呢是408的分支之一 那407培训签证它也是一样的它下面有三个啊类别 那第一个类别呢是啊能让申请者去接受啊这个行业注册需要的这些培训 那么第二个类别呢啊是能让这个申请者为了让他们能够啊去达到这个 他们所要呃所要提名的这个行业的这一呃能力就比如说他要提名像呃会计 那么他如果是最近完成了一个学历呃他那他可能目前的这个skills还没有呃 达到我们这个会计所要求的这个高度那他就可以去申请这一类别 那第三类别呢是呃为了能让一些海外的申请者啊呃去嗯 让他们达到他们啊学历提升啊呃或者是一些行业要求的一些呃呃 一些要求的这个渠道那么这个一般就比如说呃我们一些呃 啊海外的学生啊他们呃读的比如说四年的本科 那么最后一学期他们这个学校是要求他们需要去完成半年的培训 才能拿到这个学位证或者是毕业证啊 那如果是这个学校是跟澳洲这边某个高校呃有合作啊 那或者是跟澳洲这边的雇主有合作的话啊 啊那会就会把这些这一部分学生派遣过来 让他们完成这最后半学期的学习 那今天我们是主要来讲一下呃407培训签证当中最常见的这个分支 啊就是第二个分支 第二个分支呢是为了让申请者啊能够接受一定的培训 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让他们呃提升自己的能力啊 让他让自己符合这个想要提名的这个职位的这个高度啊 那对于这一类别的话我们对于申请者是有一定要求的 这申请者呢必须是在过去的两年之内啊 在呃申请这个提名之前的过去的两年之内 一定要有一年以上的全职经验 那这个全职经验可以是全职的学习经验 也可以是全职的工作经验 嗯都可以啊 那比如说呃你在最近是完成了两年的学习 呃那么不符合任何签证的申请 呃但是可能是找到了一个雇主想要担保你 那你有可能是符合这个呃407stream2的这个要求的 那对于雇主的要求呢是雇主他一定要去呃提供一个详细的培训计划啊 啊这是需要呃根据申请者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他的学历情况呀他的工作背景啊 需要去量身定制一个呃根据这个申请者专属的一个培训计划 嗯来让他达到呃培训两年之后能让他提升到这样职位的一个高度啊 才可以 那407签证他的步骤呢其实是跟其他的签证申请 其他的雇主担保类别差不多的都是分为三块 第一块呢是呃employee sponsorship application 就是要把呃雇主的这个担保资格先申请下来 第二步骤呢是要去申请这个提名资格 最后一个步骤呢才是签证申请 这三步是可以一起做的啊 那最重要的一环呢其实是在提名这一块呃如果提名这一块被拒的话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呃withdraw这个签证申请 那么withdraw掉了之后withdraw掉了就签证申请之后呃签证这部分是可以去申请退款的啊 当然是呃不是说一定需要去withdraw这个签证申请 我们具体是要看这个nomination他为什么会被拒 有一些被拒的情况是可以去挽回的 那挽回了之后需要呃可以再次去提升提交这个呃nomination 如果下来了之后的话啊 那我们可以不用再去这个再去提交签证申请 那最后来讲一下407签证他适合于呃什么样的人群呢 那我们这边大概是呃列了两类啊 第一类别呢就是呃比如说我们一些学生在最近完成了他们的学习啊 但是不符合一些485的毕业工作签证这个要求啊 就比如说有些学生学了两年的diploma of dental technology 那么这两年的diploma课程呢啊他们对应的职位是dental technologist 那这个职位他不在中场集清单上啊学的课程也只是diploma 所以他们不并不符合485啊任何一个类别的要求 那对于这类申请者如果他们有雇主愿意担保他们 他们其实是可以去考虑到啊申请这407的签证的 嗯那另外一个类别呢啊有些申请者他们的485毕业工作签证啊啊 快要到期了但是他们还没有积累满足够的工作经验 嗯那这一类别的话啊目前普遍的一个做法呢是在去申请一个学生签证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对于这一类申请学生签证的申请者呢 他们的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嗯他们没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过去的经验啊并不相关 跟他们之前的学历并不相关啊另外一个呢他们可能雇主也并不愿意去担保他们 拿到雇主的担保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有雇主愿意去担保另外职位呢也是相关的话 那是可以考虑407培训签证这个渠道的 利用了这个407呢其实呃如果我们是合理去运用的话 这一端的工作经验是有可能能被运用到后面的嗯其他类别的雇主担保啊 签证当中嗯可能是482186是不行的482的话是有这个机会 但是呃也是要看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嗯所以呢今天关于407的嗯呃这个讲解呢 大致就到这一边呃这个签证相对来讲比较复杂也是呃非常因人而异的 所以如果你就是说对于呃如果是你目前有一个雇主愿意担保你 但是你又并不确定你是否符合407的呃签证申请要求啊 或者是嗯你在寻觅这样一位雇主的话啊 但是又不又不确定自己之前的经历是否符合啊 嗯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然后我们会给你来一个初步筛查看一下呃是否有必要去申请这个407毕业工作签证呃407培训签证 好最后呢呃这边有我们的网站的呃我们公司的一些具体信息我们的网站呃信息也在这边呃 呃大家有任何呃需求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的网站或者是大门的公司电话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 我的个人微信号呢是463185167 嗯可以添加我的微信463185167就可以联系到我好谢谢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